好 接下來我問一下蔡文宇 現在大家有人說柯文哲想要求富和 因為他還想要藍白和 和不是合作的和是和諧的和 但是這個部分國民黨中央已經說了 按照黨紀的規定 黨員不得邀請或協助其他的政黨參選人助選 換句話說就是禁止柯文哲來站台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不能去站台 但是立委選戰繼續藍白合作 地方縣市長跟明代之間也可以互相來合作 那林濤話說的更重了 他說柯文哲希望幫藍營的小雞們站台 但是國民黨是完全沒辦法接受的 好 針對這個部分呢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他也有說 柯文哲過去發明了一套寄生蟲的原則 倒數寄生 倒數蹭 而且呢不花一毛錢 好 當然現在國民黨已經發現這件事情了 才會下令封殺 好 怎麼說呢 柯文哲想要幫這個國民黨籍的立委參選 去浮選的目的 其實並不是為了真心想要幫忙 而是想要順便來挖一下國民黨的這個 高年齡層的支持者 換句話說呢 他如果去幫這個國民黨籍的立委 參選站台的時候就會說 立委投誰誰誰 那麼總統選票 你可以來投我柯文哲是這樣嗎 這個吳子佳的憂慮不無道理 不過大部分不是柯文哲要去主動 要去幫哪個立委站台 而是國民黨的立委希望他來站台 我沒關係啦 現在就是說 這個總統選舉也定了 去談這個沒有太大意義 柯文哲也不可能來幫你站台 那國民黨的立委就可能 如果有些在邊際選票了 我擔心的一件事情就現在是 這個活營跟國民黨是 全力在打柯文哲 這兩天就在打柯文哲 然後對於這些 各選區裡面的 支持柯文哲的選票 他們就可能會 第一個率先移動 去投民進黨的候選人 就會造成 這個我們阿亮哥啊 所擔心的那種效應 因為國民黨跟民進黨的候選人 差距都在5%以內的選區 很多啊 很多啊 所以你會造成這種 如果他白的選票倒過去的話 就可能會 會造成這些國民黨的立委落選 所以這個也沒辦法 反正基本框架已經定了 那所謂的地方民代的合作 就要看縣市首長 如果國民黨的執政的縣市首長 這種藍白合作還比較可行 像台中市的盧修燕 就是一個很好的模範 因為他很早就對這個更正 描擺的蔡壁如釋出善意 那這種釋出善意的話 因為我講一句很現實的話 盧修燕在台中市的選舉能量 遠比趙少康 遠比侯友宜強太多了 對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他去幫蔡壁如投討報禮 看看其他台中市 其他立委選區的 這個支持柯文哲的票能不能跟著 投討報禮 投討報蔡好不好 蔡壁如嘛 那如果這個效果形呢 國民黨在台中市的立委選區 就有可能會贏回來一到兩席 就有這個結果 所以這個你可以看到盧修燕 是非常努力在做這一塊 你注意到盧修燕跟其他國民黨人不一樣 他沒有任何一致批評柯文哲 或批評民眾黨 一個字都沒有 而且他跟高宏安非常好 他主動釋出善意的 他也不是 因為高宏安跟他本來不認 他主動釋出善意的 所以這種型的候選人 當然有人講說 我們國民黨怎麼沒有基本盤 我們14個縣市長你要注意到 國民黨14個縣市長 都是包容型的 能夠跨越國民黨的基本盤 拿到大幅的中間選票 盧修燕在台中市 6比4打敗蔡齊長 你以為國民黨在台中市 有六成以上的選票 沒有啦 對不對 底部就是誰 就是胡志祥的選票嘛 四成多嘛 已經崩到緊了 胡志祥已經不太懶了 他已經算是很中間型的人 他只拿到四成多 那以前國民黨的 在台中市的立委輸得很慘 你不要用這個事 那是艾倫盧修燕的人格特質 能夠讓他跨越國民黨以外 很遠很遠對不對 而且越往南部 都越有一個奇奇怪怪的 省級情節 然後他媽媽市長的形象跨越 他又是本省人的媳婦 也幫助他跨越這個很大的跨度 他跨越也講得不錯 對 所以很多很深綠的選區 他拿了票 都讓我們嚇了一跳 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這個東西是胡友宜跟那個誰 韓國瑜 趙少剛都做不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國民黨看能不能 複製如修恩模式 在其他幾個國民黨執政的縣市 把中間選票 把這個白影的選票給號召過來 那你才有可能贏嘛 對不對 可是我看一看 好像是台中市有這種力道 糊塗線有這種光芒以外 其他的縣市好像在這方面 都有點愛手愛腳的 這個是國民黨黨中 要去傷腦筋的 剛剛大家有特別提到 2024這個戰爭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主軸就是戰爭跟和平 但是我們就來看一下 台海局勢的部分 這個是11月24號 中國的國台辦發言人 有特別提到 我們尊重台灣地區現行的社會制度 希望明年初 台灣地區的選舉 能夠有助於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推動兩岸關係 重回和平發展的正軌 好華爾街日報 當然呢 針對這個藍白和破局 他們的評論是 中國對台灣的總統大選 最美好的期盼落空了 好華盛頓郵報同樣 也是類似的看法 偏讀的民進黨 可望史無前例的 邁向第三任性 這個部分呢 我請教一下立將軍 其實我覺得這兩家報紙 對台灣並不了解 我講來去真心話 我覺得 台灣 如果真要統一的話 真要統一要民進黨 來執政 兩岸才會統一 台灣如果要獨立的話 要國民黨來執政 才會獨立 這種東西 大家 你可以去想一下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按照我這種想法 因為 如果說今天賴清德 突然說執政以後 他說我接受兩岸共識 我跟你講他就連任下一任 對不對 他就中國來講 絕對他更友善 比侯爾宜當選總統 會對台灣 釋出更多的善意 如果說賴清德願意 到時候一當選總統 那天他宣布 我接受九二共識 但是這個時候 如果他真的這樣 他這樣宣布的話 我現在綠營支持者 也沒有話講 對不對 那時候反而會 會讓這個台灣全島 形成一種信念 當然如果說 侯友宜 這麼當選以後 他說我現在開始 我決定要抗中保台 那也會 對中共來講變成一種 他對台灣的手段 會更激烈 他覺得台灣沒有人 可以講話 所以我覺得這兩家報紙 講這種話 其實不對了 台灣總統到底要當選 其實我覺得 這些能夠 都是台灣的精英 不管是侯友宜 賴清德 或柯文哲都是台灣精英 他們知道 他們一定會知道 可能跟大陸相處 因為台灣後續還有很多人 就像是 我們這次經常 大家經常講 阿根廷那個總統當選以後 他還想說你會不會跟中國斷絕 推出金專要幹嘛 我跟你講到時候還是不會了 這是選有時候 有時候選舉語言 你不必太認真去看 而是要看他選後在做什麼 那我也相信說 選舉之後 台灣也不至於如他們華爾街 這麼單純的就是兩分法 就是你擔心的當選就是準備 要跟中共來講的話 就越偏越獨 那中共會對你一定會採取一些手段 那中共也不見得會 是這樣的一個期盼 我覺得說這個東西 由外國來做這個評論 其實不準 我個人反而認為說 中共會以平常心來看待 我們台灣自己這次的選舉 因為他經歷過 他從以前開始 從李登輝時代 他又看你台灣選舉 他也知道他好幾次在當台灣助選人 到現在為止 大家每次把他當台灣助選人 他講說合 我不打 習近平講說我不會攻打台灣 也是台灣助選人 他去在台灣周邊演習 也是幫民進黨當助選人 那你這有什麼意義呢 我覺得講這些話 這兩下報紙講這些話 我覺得就看看就好 大家參考就好 當然不必受他們影響 來影響我們自己 自己心裡面的那把尺 你還是要選擇你自己心中的信仰 來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揮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哦 小胸爆發 聽到一期 距離 小胸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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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胸爆發